而在桃園這邊則是有一名男子 凌晨的時候在果道上逃超速酒駕 結果被國道警察巡邏車攔檢的時候 不但沒停車 還和巡邏車在國道上相互捐捉 國道巡邏警車猛按喇叭 前方黑色轎車高速狂飆 突然放慢速度停了下來 警車趁機超前擋住轎車 沒想到駕駛猛踩油門加速逃逸 國道一號警察按轎車一前一後追逐 轎車兩度超越逃逸 巡邏員警加速追趕 打算進行第三次攔查 但轎車突然往左方衝撞 高速撞擊 巡邏車失控向左衝 撞破護欄摔下鞭坡 車上兩名援警 頭部挫傷手腳多處擦傷 我們在攔查的時候 在要攔查的時候 它就突然的衝撞我們巡邏車 導致我們巡邏車繼續失控而造勢 造勢的黑色轎車 因為速度過快撞擊馬路中央橋蹲 車頭凹陷輪胎整個撞壞無法行駛 遭後方支援警力逮捕 當時駕駛還蹲在路邊嘔吐 酒側值高達0.67 酒後駕車已經相當危險 還在國道上追逐 為了躲避藍茶甚至衝撞巡邏車 造成遠景受傷 自己也吃上官司 記者王城文 溫泉 新北市報導